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萍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 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萍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吴月娘就讲出了一番正经之话语 且说吴月娘讲到 说大观人 您看您现在是天大的造化 首先咱说 您这算是老来得子 咱讲过嘛 古代三十岁 这个就算是中年往后走的日子了 所以说您这现在算是老来得子 您现在又发了这么些善念 是广结良缘 所以您说咱家能没有个好日子 或者说咱家能没啥福分嘛 但是呢 只怕您的这个善念呢 还不够多 相应的来说呢 您这个与此同时 不仅有善念吗 您这不还有恶念吗 你比如说啊 这个大观人 您看您以后 是不是也就 别没事的出去啊 这个养个婆娘啊 没事这个啊 这个搭这个贪财好色的这些事啊 您就少干几状 其实说白了 你不也积下一些这个阴功吗 多少咱也都为咱自己的这个子嗣 为咱的孩子好 这西门庆听到这话 其实啊 这心里边也知道 这是好话 但问题是 就是说他好话 他难听嘛 于是西门庆就说 说你这什么话 你这是醋话吗 你很明显吃醋了吗 觉得我总跑外边的啊 我没有做到这个啊 我们东北哲学家讲的叫玉露君瞻 所以说你吃醋了 但是呢 我跟你说 这个事不是你想的这样 那咱说呢 这世间万物啊 到他天地有阴阳 这男女呢 是自然配合的事 这今生偷情啊 苟和 这都属于是前生的缘分 这阴缘部上呢 都是注定的事 那我今生啊 就是还上辈子的事 那难道 这我这个 讲阴阳 讲协调 这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所以说 你看这个 是吧 这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西门庆啊 也确实是很厉害 但咱讲啊 就是说 很多找借口 是吧 你比如说 拿这个佛法找借口 这也是 这蓝灵笑笑声 交给了我们一招 用佛法 所谓的因果啊 去讲这个 这个办法 是吧 因为我前因嘛 因为我上辈子和你有缘 所以说 此生呢 我要和你在一起 即便呢 我和你是这个 在道德上不正立 这个不正确 或者说不正义的 但是呢 我们是因为缘分 所以说这份缘分呢 我们要把它原了 那讲因果关系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道理 就说的通了 所以说 很多人啊 真的 你钻漏洞 或者说钻各种各样制度 话语的这种漏洞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用宗教的方式 也真的是一种 非常牛的这个这个方法啊 或者说应用的这个过程 那咱们呢 也算是学了一招 不过咱讲 这个东西 最好还是不用啊 就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神明嘛 这个东西 它究竟存不存在 小句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 我们对内心 对神明要怎么样 要叫敬鬼神而远之 你不要总拿着人家来撒谎嘛 这个事就不太好啊 所以说 用神明给自己找借口 这个问题呢 其实咱讲 道德上是行得通的 但是法律上 本质上 它行不通啊 你不能在法官面前说啊 说我这个杀人 是因为我前辈子和他有因果关系 前辈子欠我一条命啊 所以说这辈子我要杀他 这个是解释不通的 只能解释什么呢 就只能解释道德上的问题啊 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吧 就是说这个道德上不正确的 或者说什么缘由 这个是可以解释了的 那且说呢 这西门庆继续说道 说我呢 也听说那佛祖啊 在西天这边过的也是九尺 就不是说九尺肉林吧 叫黄金铺地啊 这阴司的石殿呢 也是啊 经营着这个啊 玉器宝珠啊 去镶嵌的 那只削呢 咱们这边这些家司呢 广作善事 那其实说白了 我搭建个庙宇啊 我给你修个阴德啊 多烧点纸钱 为了是啥呀 为了就是我做好事吗 即便就是说 我在这世间啊 我做一些这个 坐监啊 饭科呀 啊这个什么 那这个 他在这顶上写的什么 原文是这么写的 就是强奸了嫦娥 和奸了织女 拐了呢 这个许多宝物 盗了这西王母的女儿 也不捡我 和天的富贵 说白了啥意思啊 这西门庆觉得 只要我敢花钱 佛祖都会保佑我的 也就是说 我这个罪孽有多大 大不了我就多花点钱 钱啊 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咱又用这个 蜗居里边 宋思明的那句话 叫钱能办到的事 都不是事 那所以说西门庆呢 就是这个古代的啊 这个宋思明啊 这个想法 呃 确实也比较独特啊 但是你看 过了几百年之后 其实你发现 也真的是如同一礼啊 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 好 那且我们继续讲 这西门庆说的这番啊 狗屎不通的话 那这吴月娘呢 就笑呵呵的说啊 因为也拗不过西门庆嘛 就说你啊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要非这么说 那我也真没啥好说你的 且说呢 正在这谈笑期间 只见王姑子啊 和那薛姑子是提了一盒 直接闯了进来 朝着月娘呢 就打了个问讯 又向这西门庆是拜了拜说 说老爹啊 您这倒在家里呢 这个没想到啊 我们一起来把您二老全给拜一拜 这月娘呢 一面就让座啊 这个咱说啊 这个书中暗言 就是说这个薛姑子呢 这个有来历啊 来路不简单啊 且说这薛姑子呢 原来他不是自由出家的啊 少年时呢 曾这个 嫁过一个 是吧 这个僧嫁过丈夫啊 这个呃 就是 在广城呢 这个在寺庙这个前面 是干嘛的呢 是卖这个蒸饼啊 做这个有点什么 像五大郎烧崔饼 人家呢 卖的是蒸饼啊 就做这小宝们 做这个生意 你看啊 这怎么 这和卖崔饼的 还放过不去吗 这本书上啊 咱分析一下 兰陵萧萧生 是不是这个前世 有什么情敌啊 和这个崔饼有关 所以说如此啊 这个你连这个 五大郎 卖崔饼的不行 那这个老姑子呢 这前夫也卖崔饼的啊 好像也有问题啊 所以说他对卖崔饼的 是有成见的 且说呢 这不料 这个生意呢 做的不好 那经常呢 你知道崔饼这玩意 数素嘛 动不动 就和这个和尚啊 要买一些这些玩意 所以说呢 就拿过去和这个和尚 一来二去的啊 就发生了这眉来眼去啊 这个互相的勾引啊 等等这些 结果呢 经他手调教 或者说勾搭成奸的和尚 有四五个 所以你看啊 这个老年 潘金莲啊 就又出现了 在他手呢 这个栽造的大和尚 就有这么四五个了 说经常呢 他也拿着这个馒头啊 或者说这些摘贡啊 去找和尚 但后来呢 这个生活不好的时候 也到庙里去拿这和尚的 供奉的食物啊 回家自己去吃 那所以说呢 他经常就和尚啊 和这些和尚一来二去呢 就搞得非常的熟络 但这些呢 其实都是背着他自己的丈夫啊 在外边的这个胡搞 瞎搞 那且说呢 后来啊 这个丈夫啊 因为得病死了 那他呢 又对这个佛门弟子 情有独钟 那于是呢 自己啊 就静下心来 剃了光头啊 出家做了孤子 那且说 为啥对佛家弟子 情有独钟呢 这个小剧就不分析了 这分析完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 你太乌了 最近我发现 这种呼声比较高 所以说呢 在这块 我就控制一下 不讲了 好 那且说呢 做了一孤子啊 这专门呢 这个在各种达官啊 贵人是吧 这个当官的家中 就溜达来 溜达去 干嘛呢 你想啊 这僧道尼姑 走东家 创西家 咱讲原来的那个 闺房 或者说那些大小姐 是干嘛的 都是叫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你不像现在嘛 现在你有各种各样的 联络手段啊 彼此陌生人嘛 都可以这个约会 是吧 比如说那个约什么神器啊 各种什么 什么什么小软件 APP啊 反正很多的 但那个年代没有 那个年代的APP 或者说那个啊 这个叫约炮软件啊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这个老尼姑 那所以说薛姑子啊 后来就干起了这种生意 那等后来呢 就经常啊 这个联络 你比如说 谁家的小媳妇 要偷汉子了 他就帮着联系 那都以呢 这个上庙还院 或者说烧香 等等这些机会 他呢 就在边上给人家开房啊 说你这个进来 我这边给你留房啊 留地方 那等后来呢 听说这西门庆家里边啊 非常有钱 仕切呢 还非常多 所以说想来想去啊 你说这小媳妇 一个个这么多 这西门庆一个人啊 不见得那什么的柳啊 所以说呢 是不是帮外边 拉个皮条啊 做个生意 所以说就经常准备 往这头跑 跑来干嘛呢 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这吴岳娘呢 找他要生孩子的方 所以说就频频的 跑到这边来往 那且说这块还有一首诗 描绘这个薛姑子 就说尼姑生来 头皮光 托子和尚 夜夜忙啊 夜夜忙 是吧 这个托子和尚 啥意思啊 应该指的就是说 带个儿子 带俗家弟子的啊 就是说这个 虽然出家了 但是呢 在这个尘世之间 还有自己的儿子啊 养孩子 那三个光头呢 好像师父师兄 病师弟 直视饶伯 缘和在理床 那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个三个光头嘛 指着这个尼姑啊 和尚们 那在一起都是光头 你却分不清 哪个是哪个 但问题是 你们好歹 自己知道自己 是公是母 是男是女嘛 那为什么要搞到 一张床上呢 所以说 作者这首小诗做的啊 那真是就恰到好处啊 且说啊 这薛姑子 是做了下来 就把这小盒呢 打开了 这说啊 说您看 我们这出家之人 这兜里呢 也真的没什么 你要说钱财 和你西门府上 这是比不了的 那我拿什么 孝顺给您呢 就拿一些这个 开过光的 或者说人家 供奉的这些 佛果子啊 等等这些啊 我就全都敬献给您 这个东西吃了 好 那由佛祖保佑嘛 开过光 你知道现在 开过光的东西 都了不起啊 且说啊 这吴越娘说到 说你看 您客气啥 来就来呗 我们又不差您这些东西 您还拿东西干嘛 多费心啊 其实你看 现在这个 无论从这个宋代开始 还是到现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俗呢 是一脉相承 一直延续下来 现在你逢年过节的时候 谁要哪里 你说 只要不是说这个 送现金啊 送什么办事的 那些小礼物 其实我们还都是收下的 就说礼尚往来嘛 中国人的习惯 但是嘴上呢 总要找这么一句便宜 就是说 哎呀 你看来就来呗 客气什么 但实际上 这东西最后还都收啊 这边呢 且说只看见 这潘金莲在那边睡觉 这潘金莲睡觉 就听着外边有人说话 就知道啊 估计又是之前的那些光景 有什么起伏啊 这个呢 这潘金莲你说也是贱 你听着生气 你就别来呗 反而啊 这个贱得不得了 他这个还不爱听人家讲 完了还非得跑边上 见词词的过来听啊 所以说呢 这他又出来了 那这个躲在外边去听来听去 只见这李平儿呢 在这房中啊 这个逗着孩子嘛 知道王姑子他们来了啊 这个也要过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说关于管哥的这个事啊 如何保佑啊 如何等等这些 且说呢 这一同走到了月娘房中 这大家彼此呢 是到了个万福 各自啊 就都做好了 这西门庆啊 一看李平儿来了啊 又还有之前那些事 就全跟李平儿又讲了一番 如何呢 要给这个道长 这个画园啊 然后施舍 修建庙宇 那以及呢 如何为关哥祈福这事啊 就全都说了一圈 结果你说潘金莲呢 我真的啊 就说这潘金莲这种人啊 真的很贱 而且呢 像潘金莲这种这么贱的人 还真的不少 你明明不爱听嘛 你就别来嘛 那于是呢 这个啊 这个气的又不行了 转身自己啊 又走了 所以说啊 真的就是 好原相劝一件那种 你如果不想听 你别听嘛 你气着自己身子怎么办 又没人给你报医药费嘛 那好 这把潘金莲呢 就气的就走了 自己嘴里啊 叨咕叨咕叨咕的 在这啊 就跟个这个 就是咱说那个碎碎念啊 一样的就在那叨咕 自己又气的就不行了 就走了 结果呢 这薛姑子听了这个功德这个事嘛 马上站起来就说 哎呀 无量佛呀 我得佛呀 西门老爹 您真是个善心 好人啊 您做的这些事啊 您放心 肯定会给您功德圆满的 说啊 不怕您不受到千岁 说白了 这个千年亡的万年归啊 您能活一千岁 然后呢 是叫五男二女妻子团圆 这妻子团圆啊 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啊 像中这妻子呢 是比较团圆 还有中国的一些古典戏剧啊 也都说这个七嘛 啊 你比如说这个 为什么葫芦娃要七个 其实就是说妻子团圆 这七个这个数 是比较圆满的 这么这么一个情况 具体你说没啥考证 就是民间的一个传统吧 就是很多传统吧 好 那且说呢 哎 这个姑子继续说了 这只是我呢 还有一件事啊 要跟您老人家说 说到这儿 各位就想起来嘛 一看那这老何人就挣着钱了 我这老姑子凭啥不挣钱吗 于是这老姑子就又开始说了 准备窜了西门庆的钱 那且说呢 哎 这个老姑子说 说这个因果呢 花费还不多 但是呢 这个祸福啊 那就是无量 你积的福啊 是非常的高 说你若干了这件功德 你这个福能修到啥程度呢 哎 说这个 你修得这个 潭雪山修道啊 这个由这个水平 然后什么 嘉业尊啊 散发铺地 二祖师呢 头挨四虎啊 还有给孤老满地黄金啊 也比不了你的功德 就说这几件说的呢 就是 给戴高帽嘛 给你扣帽子啊 就觉得说 你做了如此的功德之后呢 你剩下那些好事都不如你 这西门庆说 真的吗 还有这好事 那这个 姑姑您赶紧做些 你细细跟我说来 你这是什么功果 我这个便医疗你啊 那你说这个东西 撒谎嘛 造谣嘛 张嘴就来呀 所以说这老姑子强项 于是这薛姑子就说的 说我们佛祖呢 留下了一卷 叫做陀螺经 这陀螺经呢 是专一啊 劝这人生啊 到西方净土 因为啊 这肉眼凡夫呢 是不信啊 不信仰我们的这个佛嘛 不信仰我们的这个如来佛祖 所以说呢 佛祖在演说这个经的时候 就啊 就炫你这个修心向佛 但是呢 因为这很多人都不信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没有传到这个啊 大家的这个心中 或者说传到大家的这个耳中 所以说佛祖呢 就说 说如果有人持诵此经啊 或者说将来呢 把这个经啊 就印刷啊 这个抄写啊 等等这些吧 反正转至呢 这一人至千万人持诵啊 那祸福无量啊 其实你看啊 这佛家这个东西啊 到任何一个时代 他有都有时代的演化 或者说演进 现在各位能看到吧 就是说到那个朋友圈 或者说有这个微信群啊 好多人就发那个东西啊 就说什么 呃 比如说这个 这个转了啊 这个佛祖呢 保佑你全家 不转呢 什么全家就怎么样 哎呀 不要说这种话嘛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差啊 你要自己无意中看到了这个东西 你忍了就是了 你转出来 你不是祸狠人吗 所以说我们再在朋友圈 看到这种话 我但凡看到这种话的 发这种话的人的时候 我马上就这个屏蔽他的朋友圈 肯定要屏蔽的 真的这种话 你怎么能转得出来吗 有些时候自己要担当的 你认识那种朋友 他给你转过来之后 你觉得不爽 不爽就不爽嘛 自己忍着 你再转出来之后 你让更多的人不爽嘛 所以说什么是和谐社会 和谐啊 或者说咱叫谣言 止于智者 只有一个自己敢于担当 或者说敢于承担的人 才能把这种东西摁下来啊 你一定不要转发这种啊 所谓佛家 就是你转了就有福 不转就有灾啊 这种话千万不要转 那其实呢 咱说就是薛姑子讲的这个东西嘛 其实在现代啊 也有这个一种意义存在啊 但是现代就是说 比较简单啊 一个Ctrl C 一个Ctrl V 就直接可以复制出一堆了 但是那个年代不行 是吧 那个年代呢 要么你手抄 你经常看《红楼梦》当中吧 动不动啊 谁就抄这个经啊 抄那个金刚经 是吧 抄各种各样的东西 为啥 就是这个祈福嘛 保佑自己全家啊 等等这些 那且说这边要求西门清 是手抄多少分呢 啊 那我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与支持 在片尾 我也做个小广告 希望 您如果觉得 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作 最后一句老话 希望您 有钱的捧个钱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兄弟在这儿 先谢了 我们下期再见 7 7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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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